家人们 八嘎国版的心动的信号也太会玩了吧 居然是让三个日本女生和三个韩国男生 一起在首尔的心动小屋里 相处九天恋爱脱单 而妙的是这个跨国恋宗里 不仅心动小屋租的是 隔壁男童恋宗的小屋 而且当三个西八国男人登场后 无论是样貌还是举止 纷纷都让樱花妹子无敌赞叹 当酷似隐正的男三作为潮牌四右刚出场 点播听就疯狂赞叹他的美貌 甚至连男一督忍不住夸赞刚出场的男三 而作为模特的男二在上车前 特地帮日本女生们开车门 这个举动就让女一女二当场心动 回到小屋后也是奇奇疯狂夸赞 所以假如让你参加这样的跨国恋宗 这样的男生美貌和自然举动 你会因此疯狂心动吗 而下一期我们有缘再见吧